有一些个人说我这那个 其实都是这个 吴忠瞎说八道 我跟那个郭德纲 关于非常好 因为我徒弟在那儿 工作 吃饭都挺好的 我也很感谢他 2003年的一天 孟凡贵带着刘云天 敲开德云社的大门 直奔郭德纲办公室 德纲 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 我要厚着脸皮 拜托你一件事 郭德纲马上请老哥哥坐下 让他有什么尽管说 自己一定竭尽所能 德纲 让我徒弟进德云社学习吧 郭德纲听后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2004年 刘云天正式拜师郭德纲 碍于孟凡贵的关系 郭德纲对刘云天格外照顾 直接让他和当时 已经活起来的曹云金搭档 这样的起点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 可没想到变化来得这么快 2017年曹云金大闹生日宴 高调宣布退社决定 刘云天也跟着离开德云社 他走的那天 郭德纲极力挽留 孩子 你只要不走 工资翻倍 德云社的影视剧都为你安排 郭麒麟 岳云鹏这俩你随便挑 我和你签大也给你搭档也行 刘云天一脸尴尬看着老郭 师父 我已经答应金子了 要是不走就太不仗义了 师娘王慧知道这是留不住了 就走到刘云天跟前交代了几句 随后他们转身离去 郭德纲连郭麒麟和于签都搬出来了 却始终没有留住刘云天 他究竟为何如此坚定要离开呢 我有特别极品的师父 我师父郭德纲还不够极品吗 他面对媒体永远都是言辞犀利的 应该是比较极品的 还好 我还好 我不得罪这么多人 2010年曹云金 刘云天高调离开德云社 和郭德纲的关系一度闹僵 离开时曹云金暗暗发誓 一定要干出一番视野让他们后悔去 他抱着满腔报复创办听云轩 不得不说曹云金的热度还是有的 在德云社时就是台柱子级别的演员 积累了大量的人气和人脉 听云轩开业初期人气火爆 短短几个月 金子就赚到了几年没有赚到的钱 不仅还清了房贷 还在北京买下了一座五层的大别墅 室内装修的是金币辉煌 谁看了都不禁感叹一声哇塞 刘云天也暗自庆幸自己没跟错人 在听云轩说相声赚了不少 但慢慢的热度下降 又碰上疫情突然爆发 听云轩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据悉最后听云轩经营不下去倒闭了 金子还能依靠多年的人气 拍电视上综艺节目 还能成为某电视台的常驻嘉宾 住着五层的大别墅 开着百万跑车 空闲时直播做美食聊聊天 生活得非常惬意 可刘云天和他比起来 简直是天差地别 听云轩关门后 刘云天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 几经辗转他开启了花店 视频中刘云天喊着玫瑰一元百合两元 有网友评论退出真的会饿死 刘云天虽然没有明说什么 却悄悄为这条评论点了赞 也许他真的后悔当初的决定了吧 据悉后来花店生意不行 刘云天开始走上直播带货的道路 只是没想到直播首秀就出了个大问题 所以在他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是让你们比较委屈的 委屈啊 太多了 太多了 对 但是不能说 既然是委屈 就得受了 说出来了就不叫委屈 当初有多潇洒 如今就有多尴尬 没有收入来源的刘云天 开启直播道路 5月16日 刘云天开启直播首秀 不知有多久没有面对上千观众了 刘云天显得有些紧张 如今的刘云天 暴瘦几十斤面容憔悴 和之前意气风发的样子对比 简直是判若两人 在直播中刘云天坦言 目前唯一的经济收入就是直播 网友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评论区满屏都是询问 刘云天和德云社以及曹云金的关系 刚开始他一直闭口不谈 后来刘云天当着直播间一千多人的面 说起自己当初离开德云社的事 你们别老问我和德云社那事了 我也没办法 就好比说儿子和爸爸吵架闹出走 做儿媳妇的肯定是跟着儿子走啊 你们说我当初该怎么办 尽管他的回答尽显无奈 但网友们还是紧追不舍 问刘云天是否还能重回德云社 这个问题刘云天并没有直接拒绝 反而表现的态度比较模糊 回不回去还得要看缘分和际遇 而且就算回去也不可能我一个人回去 要回也是我们俩一起回 我自己回去算啥呀 在面对网友询问后不后悔时 刘云天直言后悔这个词现在说有什么用 有网友深度分析了刘云天的话 其实他自己是想回德云社的 只是能决定回不回的人不是他 而是师父郭德纲那边的意思 还有网友批评刘云天有些拎不清 因为他提出回德云社的条件 那就是和搭档曹云金一起回 这就有点太苛刻了 想必老郭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观众朋友们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